欢迎大家帮忙点赞、订阅、订阅和分享 现在讲一下封面的话题 封面的话题就是洪山半岛 洪山半岛发现了除了签建之外 还有霸地的情况 这些洪山霸主 政府是否真的可以处理得到呢? 读一读天下第一页的留言 说到最后,香港现在是混乱的 加上这届政府扮有作为 令情况惡化 强性说下一站是荔枝角公下,那就糟糕了 荔枝角、长沙环、大喇叭公下都是办公室 还有教琴,很多的 小朋友去学跳芭蕾舞,原来也有在公下 公下健身也有,什么都有 如果有人投诉你就执法了 你讲到这么大的话题 投诉我就执法了 犯法就是犯法 糟糕,现在 现在最快可以成功揽炒了所有人 这个是 那 揽炒了什么人呢? 现在当然是洪山半岛那里了 不是呀,他们很有钱的 会不会每间会罚几十万 罚她的遣遣遣,罚她的罚官地 老实实 罚官地的遣遣,无法罚多少钱 罚官地的有钱人有一部份 宁愿拖官司 都不罚给你的 那几十万 我告诉你现在是大垃圾 Sandy Wong 說是前公司在荔枝角 其實有很多商業活動 在荔枝角,即是長沙灣那些地方 本身那些地方是工業區 工廈有很多工廈拿來做商廈 其實也不是真的商廈,還有貨電梯 帶人們去開辦公室 那些東西 Johnny Wong 說現在政府的作為,不知道是什麼作為 為做蘇姨作為 Admum 說都掩蓋了,如何量度 其實他們已經掩蓋了 封面是在Google Map 拿出來的 我今早就拿出來的 其實看到有些屋根本 有些位置根本是 肯定是加建的 是偷了出來的 是偷的 因為根本的職是沒有泳池的 其實就走 有些花園的地是霸佔了政府的 即是 有一個問題 就是 是否真的可以去捕捉那些人 即是地靜住 即是 如果你可以捕捉得完 我就說你寧漢浩 很厲害 以及可以罰到他們的錢 我的看法就是 他在紅山半島 草草收檔 我只會這樣看 你不要說我屈他 但我覺得到最後他們就是草草收檔 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但在駱駝7 他做到的事情,在紅山半島 他什麼都做不到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天下第一爺就說 草草公下有間店鋪 專賣警察紀念品 有沒有犯法呢? 他投訴 其實就是這樣的 他做零售是不行的 嚴格來說 如果是公下契的話 是不准的 如果你說犯法就是犯法 但香港的社會正在變 你都知道 香港的社會就是 那些大商場 大家知道是什麼 大商場 其實就是 你要是 大商家才可以進去 小商戶是不能進去商場做的 那好吧 如果你小商戶是不能進去商場 唯一的方法是怎樣 就是去一些很舊的商場開店 要不就是 在公下開店 其實就是這樣 人家都要賺錢 是不是 事實就是 你不可以 打到一些中下層的人 賺錢都賺不到 那你是不是想 香港全部中下層都去申請公屋 申請縱援 是不是想這樣 就是 你的政策是很奇怪的 昨天才跟朋友聊天 喂 輸入外勞那件事都瘋了 不只是我說是瘋了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瘋了 你基本上那些大有錢老大老闆 當然沒有所謂 有些人還要為那些大有錢老大老闆說好說話 那些傻子 還要說 不只是有錢老大老闆喜歡簽建 窮人也喜歡簽建 我就講個例子給大家聽 你們聽到都很火力 其實大家知道 如果你是住公屋 這個就是 或者是住其他樓宇也好 不要只是說公屋 住其他樓宇也是 你放一些浪衫架出去 外面 其實屋宇柱是可以 有些情況之下 可以看到你有放過浪衫架出去 或者你放了一個棚 太陽棚很流行 你會被他控告 你說這些算不算簽建 技術上是簽建 所以那個人沒有說錯 窮人也簽建 大家做的事情是不同的 有錢人 你不要說多 你當他一尺 一尺的地方 就賣兩萬元 不要說多了 豪山本都會當他兩萬元尺 當他吧 其實不止的 當他兩萬元尺 他只是挖一個地牢 你不要當他八百尺 你當他四百尺也好 他那裡賺了政府多少錢 他要挖兩層地牢 你想想 他簽建賺多少錢 你那些為有錢人說好說話的留言 我都覺得你也瘋了 窮人簽建 是做什麼? 是改善生活 裝什麼? 裝浪衫架 裝遮陽棚 是做這些的 那些拆簽建 那些管簽建 那些都是叫他們拆的 屋宇署那些都是叫他們拆的 但是 有個個案 又是傻友 不說誰 他就裝了太陽袍 其實是上手業主留下的 不知為何 接著屋宇署叫他拆 那好吧 我聽政府說 是訊文嘛 魔人編出部經常叫人做訊文嘛 好,拆吧 好了 拆完之後 其實是給了錢的 拆了 那些師傅做事 就是因為天氣關係 有些事情做不完 就留下了幾個釘口位 那些釘口位很少 凸出兩吋 是凸出兩吋 有幾口釘口位 兩吋 那麼 我們的網友就想著 沒有所謂 兩吋應該沒事 我都照 屋宇署的拆 我都拆了 應該沒事 兩吋釘而已 因為那些師傅 如果要他拆幾吋釘 又下雨又危險 那就算了 讓他先離開 接著屋宇署的人 叫他來驗 歐宇署的那個人說 不行 你有幾口釘 全部凸出兩吋 不行 你要拆那些釘 我才批給你說你拆了 結果我們的網友 又要找師傅 給多脾氣的東西 就拆幾粒釘 這些是真事來的 你不要當我完全不知道 這些是真的 在香港真的發生著 你說我找一萬多銀 那些網友是做生意的 生意又是很差 疫情兩年已經很糟糕 疫情兩三年也很糟糕 其實第一年也沒什麼 第一年也頂到 第二第三年也很糟糕 現在復償又沒有復償 社會每個人都說復償 你到底要開關了 做生意的人誰是復償的 沒有人復償的 好了 這樣就弄了脾氣的東西 喂 公不公道呢? 公不公道呢? 你想想 紅山起碼四萬一呎 如果你 很簡單 你計算一下數字 他們挖兩層 他們賺了政府多少錢呢? 他那裡 你自己想想 他當他很划算 我昨天也說了 有錢人挖他當然覺得好處 因為事實上是好處 如果你說四百呎 四百乘四 四萬 那你自己在那裡計算多少錢呢? 四萬一呎 你那裡賺了政府多少錢 他只要建兩層 你自己計算一下 我免得計算 你為有錢人說好話 有什麼意思呢? 我都不明白 其實有些瘋狂的 在那裡留言 我要更正你 跟你媽媽嗎? 更正 別人啊 他挖一層 已經賺了千多萬 你老美 說話 現在大家簽建的問題 根本就不一樣 你同一個執法力度 或者根本都沒有辦法 做到同一個執法力度 結果又是合中下層的人 你說這些 你這條混蛋在香港挑動蜜月 不是 這些事情你根本是做得太離譜了 對不對? 你做得太離譜了 對不對? 這些事情是很傻的 天下第一爺就說 我兒子的外父經歷同一樣個案 根本這些事情是很常見的 其實你本來拆了 人家有心已經處理了一個問題 其實有些事情 你有常識 他凸了兩串釘出來 有什麼危險呢? 會不會死人呢? 凸了兩串釘? 幾粒的 他說不是啊 你會放上去 有幾串釘 放上去 你就叫他再拆過 對不對? 你有些常識才可以 對不對? 媽媽就問我有沒有吃油炸鬼 現在過十元條 我看到好像十二元條 我沒有吃 因為我覺得太貴了 Camp St.Lo就說 伸出不夠600mm 就不可能告的 屋宇柱傢伙有問題 投訴他吧 這些是我專業意見 哈哈哈哈 不是啊 他們現在執法的人 是這樣子玩的 因為呢 我做的就是 做到精品 我做 因為我這個權限 我一定要做到足 為什麼會做到足 他不想背鑊 因為 不想有其他問題 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 那阿嬤就說 所以想怎樣拆釘 就非常可謂 不是啊 因為他那裡 拆幾粒釘 他是要 有複雜的 不是那麼簡單 他拆幾粒釘 是有複雜性的 哈哈哈哈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你說拆幾粒釘 為什麼要收皮的東西 不是那麼簡單的 有幾個人去做 然後呢 還要 搭一些東西出去 才可以拆到一粒釘 所以才收皮幾粒釘 那麼 Freddie Ho 又說 你抓到他 要他還原回那裡 就不是萬多元可以還原 賺得多出自然賤得多 不是 其實香港 我和你講一件事 香港 對於有錢人的簽件 就不是叫他還原的 是叫他 裝牆 用石屎封了 去偷了出來的地方 就算了 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你看看梁先生就是這樣 梁先生他 不知道他開了一隻門 他有個位置 他說 我裝了石屎牆 我把他封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就沒事了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你看看是不是 啊 這框卷就說 唯有自我安慰 勿必先父而後重生 那麼 天下第一爺就說 摘幾口釘要搭牌 沒錯 天下第一爺一聽就知道 根本就是知道 有這些事情 其實社會上 不是只有幾宗這些事情 是很多 但是 根本 老實說 我相信 同一個遭遇 就不只是發生在一個 在一個芒友身上 因為你裝的太陽棚 根本很平常 業主很多都會裝的 Jeff Yeung 說 以前工客執法 只會查食店 不會查其他行業 我們那個朋友 在裡面是賣東西的 刀打東西 Kokimi 說 錯了 我青龍地 要拆平 我都猜不到 那麼 現在他們的情況 就是封了 因為有錢人 其實從來都是這樣的 你看看他們有沒有還原 唐弓那裡還原 封了 就是他們 是很瘋狂的 我跟你說 荷里旭就說 以前我茫茫家只有200呎 住了六個人 沒法要簽建半個廚房 希望多十呎用 但屋宇署都要求拆就拆 現在我媽媽 爺爺走了 才有些地方 我就告訴你 其實你如果用同一個力度去執法 有錢人 窮人 一視同仁 你對窮人的傷害就很大 我講句真話 你可以支持政府 沒有所謂 我覺得 我應該是一視同仁的 你想一下之後 後果是一視同仁的會怎樣 很簡單 在治理一個地方 你一定要想到 治理完的後果 做一件事 你要想到那個後果 你不可以不想到那個後果 你完全覺得 不是啊 沒有問題的 一視同仁的 那你就搞吧 有多少人要睡街 那就自己算吧 有多少人由中產跌下去 要申請公屋 你就自己算吧 你建多少檢藥公屋 都沒有用的 到時就 你建禮賓庫 都是檢藥公屋 都沒有用的 我告訴你 說起來就生氣了 說真的 你們這些人 怎麼做事 現在每天解決一個問題 但就製造幾百個問題出來 你們傻了 你們 周蕭就說 我有經驗拆 師傅說一定要 屋遠處合格 才可以拆棚 所以 很麻煩 其實就是 最初 因為那些師傅 不是每個人都會跟你說 租少 問題就是 那些師傅最初拆 最初 很簡單 因為他們打算拆了那個 盆 其實拆棚 有時候就不用搭棚架 但是 你蓋上一口釘 幾口釘就要 它是這麼複雜的 這就是 芒有的經驗 所以 我告訴你 現在根本 是搞到一坨屎 不好意思 我不想這樣說 現在有些人在香港 搞到一坨屎 而且還是很差 因為他們那些人 如果繼續向這個方向走下去 大家一起撲家不家 不好意思 我今天可能說得比較粗皮 但是 你沒有辦法 現在根本就是來 L曬浦 真是 很嚴重 那 那 洪山那裡 那他做不做到 清理他們 要他們復原 我認為九成九都做不到 其實是 那 Sylvia Leung就說 我朋友 駐黃大仙 說 食環強力執法 街市二十幾年的 左階問題解決 有些人是很開心的 終於做到了 做到事了 這樣 很頑劣的 當口阿婆 都收了皮 大讚政府 看你站在哪個角度 看 他收了皮 就是這樣說 老實實 如果你是很阻街的 真的阻礙到人走不到 如果你是執法的話 我不覺得是有問題 但不是 你在元朗看到的問題就是這樣 為何我之前一定要說 在元朗看到 那裏 因為那裏真是大難一鑊 那裏真是 擺出來的 沒有人執法 但是擺凸少少 就有人執法 有公仔 身上有公仔的人 你是不執法的 沒有公仔的人 你就執法 那你自己想想 怎樣 那就這樣吧 那麼 那 Nate Riffer 則指 只要你找個砂浪師 工程師 和他家庭的人 跟那個人聊聊 很多時候會鬆手一點 這些事情 是要有錢人才做得到的 你無錢人 怎會想這些 就是 Nate Riffer 說的 你窮人就做不了這些 唯有找師傅做的 是不是 你想想 那麼 阿嬷就說,昨天我們去街市 很多檔執了,還有菜檔收斂了很多 有些事情其實很難麻煩的 輝日人類美麗共同體 就說,簡約公屋可以用來安置,受到水浸影響的居民 這樣也跑出來抽水,講到簡約公屋很有實際價值 有先見之明 他們現在就是亂來的 老實說 Karen Chan 說問題不是執不執法 是執法就是全部執法 不是同一條街,一個抓,其他不抓 結果就是有公仔那些不抓 有勢力那些不抓 是這樣的 報了腦簾有沒有用 也不知道有沒有用 腦簾就報了 有沒有用就不知道 算了,我講到這裡 東莞就說消防出道去阻塞走火通道 阻塞走火通道當然是危險 這些當然不行 我也一定要講回事實 先看看 冒日凡星就說,現今的香港只可以用外強中竿來形容 努力求全的市民只可以啞隱默默地為生活而艱辛地活著 這樣 我就告訴大家 有些事情都沒有辦法 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 他是這樣做 你看到的事情一定要說出來 如果這樣說 我叫大家幫忙 就是你分享一下節目 如果你覺得 真的,我心聲說了出來 你幫忙分享一下 為什麼呢? 沒有影響力的 一個節目只有幾千人聽 是沒有影響力的 人家採你都會生芒果的 現實是 對不對? 何里沃就說 又不用簡約公安置大喊西居民 大喊西居民那裡又有些 其實回來後 真的看到太多特別的事情可以說 不過我今天沒有時間說了 對不起 今天真的沒有時間說了 因為已經說了三個小時 因為太多這些事情 沒有人理會的 坦白說 我自己也做到 沒有興趣做的 說真的 每次說都只有幾千秒 你講得不好聽 只有幾千秒 所以 我就告訴你 不是這個問題 其實是有些事情 你很認真地說 是沒有人想聽 認真地說出問題 是沒有人想理會的 這一個其實是社會大崩壞的前夕 才會這樣 如果你見到一些事情開始有問題 你其實應該是出聲的 不是好像那些斥頭 對不起 這個有粗口 每一次說這些話題 說有錢人怎樣怎樣不對 他就說 不是啊 你們這些窮傻都是這樣的 你們這些窮傻都是這樣的 你們這些窮傻都阻擋著 阻擋著地球磚 我最好就是輸入外勞 取代你們這些窮傻 不好意思 我說到這裡 真是火都來 我真是很反感 看到這些事情 說到這裡就算了 明天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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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